在一切时一切处 一切静缘之中 修什么呢 修纯善的心 就像佛在经上讲的 不容好分不善夹杂 其心动念的 要回光返照 这促书思维 我这个念头是正是习 对这个社会 对大众 对对方 是有利还是有害 这个思想言与行为 对方的反应是正面的 是负面 如果我们能够观察 为迷我们的思想不会有错 我们的行为不会有错 那就真的修行了 把你错误的思想行为修正过来了 善我真的叫一念之差了 国报呢 吉凶后福 一念善心 一个善心 你的前途一片光明 是吉是福 一个悟念 一点诚慧 一念嫉妒 我们的前途是凶 是灾害啊 是黑暗啊 所以问题 你就会不会了 这日常的生活当中 会不会凶 可见的 会的人 这头头是道 左右逢远啊 无往而不吉利 不会的人呢 处处都是当难 时时都有在乎 苦不堪言啊 吉凶祸福在哪里呢 是在讲都在自己一念 自己一念正 化凶为吉 转祸为福 有什么不好呢 你这个修行的功夫啊 管用了 起作用了 如果你不能忍 有一念惩恨 有一念报复 大幅度的退转了 你在菩提道上啊 被淘汰掉了 念头转了 行为一定转了 转悟为善 从哪里转起 从念头上转起 这个就是 古来祖司大德 常常教人修行 从根本修 根本是念的 从念头上转 真的转过来 佛教给我们个方便法 教得好 叫我们齐心动念 为社会大众去想 不要想自己 尤其不可以想自己的利用 念头一动 就想到一切众生的利用 社会整体的利用 我们把这个念头 从这个地方放过来 就转翻成神 转迷成物 转悟为善 就在这个地方 转念头 这就好 这个方法 妙绝了 这个方法 从根本就 没有变 就是把自私自利 这个念头 转过来 我真转啊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出世带人救 凡夫起先动念的正常现象 要紧定 是要立刻住 你常常能够记住 只观上所说的 境界现行 我起先动念了 烦恼现前 密尔不觉 我不起先动念了 智慧现前 怎么样 转烦恼回腹体 就在一念之间 一念 拒耳不迷 烦恼就变成普体 生死就变成裂盘 一转 一切转 要转得快啊 佛法 就是叫你会转啊 转迷为物 转悟为善 转翻成神 这就叫你转啊 转变啊 为什么 他的兴致 不生 不免 把烦恼转过来 就是一定会 要转得快 所以 真正会转的人 他有没有 灾难 他没有 他会转 他有没有生死 他没有 他真正的大自在啊 极胸 都在一念之间啊 一念真 利苦得路 一念邪 苦难 无边 都在这一念 佛法里面说的 一念 清净 平等 这是一念佛 这句话是真话 我们为什么不保持 念念清净 平等 或者是在 进宗修行方法里面来说 持明念佛 持明是方法 清净呢 是功德 所谓是 一念清净 一念佛 念念清净 念念佛